旺河大厦是中心的这几栋高楼,是铸台县最繁华的地段,也是县于CBD所在,各银行在本县的分行,各种金融公司在本县的总部,还有房地产公司,酒店公司,一些政府部门,国企在本地的分部等等。 高楼从来都没有租满过,租金的变化幅度自然也很大,管理最烂的旺河大厦,养猫养狗的都跑了进来,美其名约繁育,搞得整层楼都臭不可闻。 江远之前还跟着朋友来旺河大厦玩过密室逃脱和射箭,相比之下,县里人搞的密室逃脱就过于简陋了,江远当初是从墙背后墙钻过去的,当时看到的就是一片黑曲曲的未装修地块。 比密室本身恐怖多了,先来的几名警员,将高坠的地方给围了起来。 黄色的警戒带,平整的广场,天然高级感的食材墙面,看着有几分电视剧里的感觉。 警戒带外面,一群穿着像是白领的县城青年,拼命地用手机拍着视频和照片。 大约是想为平级的朋友圈注入一汪血水吧。 死者也是名小白领,穿着白衬衫黑西裤,背对地面,脸冲着右侧,已是一团糊了。 好在脑袋没有从里面砸出来,碎在了脑壳内,否则,现场足以劝退大部分的小白领。 警戒带在扯远一点,拍照的赶走,不走就收手机。 黄强明也开着自己的就怕杰罗到了现场,高声的命令刚刚抵达的刑警。 得到支援的警员们,立即拉了一个更远的警戒带,特别是将附近张望的人给疏散开了。 楼上还有人伸着脖子和手机拍照,直到被手指着劝回。 江远和吴军谨慎地观察着尸体。 吴军拿着尺子,在地上亮线,指示位置,江远像是助手似的,拿着照相机拍摄和拍照。 吴军时不时地环要提醒一句,这边,这边。 不像是此前的案件,这起案子,两人对于拍照和丈量距离,都非常的执着。 这是因为两个人都很清楚,高坠的案子,最先要判断的就是自杀,意外还是他杀。 另外,抛尸也是要单独考虑的。 来了这么多的刑警同事,基本就是按照他杀的配置来的。 没办法,要是不预设立场,像是老外那样,先派两名普通刑警看看,等找到一点了再喊人,黄金712小时不得浪费好几个小时。 在命案逼迫的压力下,刑警队是浪费不起这几个小时的。 这时候,法医要是说一句自主高坠,那整个刑警队都能早两个小时下班。 但要说出这句话,绝对是不轻松的。 吴军和江远正因为明白这点,所以才是各种郑重。 伤处基本符合高坠的特征。 吴军等彻底拍完照了,才开始翻动尸体,检查体表伤处。 高坠伤的特征其实很容易理解,最主要的一点,就是损伤通常由一次性的暴力形成。 当然,像是成龙那种,从楼上掉下来的时候还连半带摔的,肯定是不行的,得要再次检查。 但正常人,从楼上掉下来,基本就是触底的那一下子。 这时候,即使尸体有多处的损伤,但受力的方向,应当是一致的。 如果不一致,那就要考虑死前受伤,或者抛尸的可能性了。 基本也就是向着他杀的角度去考虑了。 当然,高坠伤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,但那里面的大部分,都是到尸检环节去观察的。 吴军只要能确定,确实是高坠死亡,就已放心一半了。 城市里面,高坠死亡,大部分都是自杀的。 也就是非正常死亡,但算不得命案。 江远在旁坐记录,并提醒到,手臂是不是有一个侧向遮挡的姿势。 N,说明不是抛尸。 吴军赞同。 下落的时候有意识,自然不是抛尸。 对于某些高坠的尸体,现场判断是否抛尸并不容易。 而抛尸通常也就意味着是命案。 不是你杀的,为什么要抛,这种话用在抛尸的语境中,一般是没毛病的。 另外,坠亡的时候有意识,说明也不是处于醉酒之类的状态。 这就距离自杀更进一步了。 至于意外还是自杀,这两者从法医的角度,其实不是很好区分的。 甚至说,自主高坠,还是被人推下楼,从法医的角度来看,也都不太容易区分。 虽然说,确实可以从衰落的距离等方面判断一二。 但如果推得不够远,或者死者是一跃而下的呢? 是否自杀,更简便和准确的方案,还是应该从死者生前的状态,以及起坠现场的勘察来判断。 吴军于是问旁边的警员,起坠现场确定了吗? 还没有,正在询问和查监控。 警员的回答略略有些让人意外。 吴军为皱眉,不是从楼顶跳下来的吗? 旺河大厦是玻璃木墙的写字楼。 外立面是没有类似住宅楼阳台的设计的。 所以最方便的跳楼地点,就应该是楼顶。 它大部分的窗户,都是半开的构造,位置也都比较高。 而这么憋屈的窗户造型,想来不容易被自杀者选用。 警员恩的一声,道,有目击者看到是从高层跳下来的,具体的楼层不太确定。 行,那找到了再说。 吴军皱着眉头回到尸体旁边。 他现在的感觉就有点不太好了。 一般人自杀,就算是从窗户里窜出来的,高低的有一点时间做思想斗争。 有的人在跳楼前,巡游在起坠现场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的都有。 而目击者连哪个楼层都没看清楚,说明在窗前的时间肯定不长。 那种风风火火地跑过来,一刻不停地爬上窗户跳出来的人,也不是没有,但确实少见。 等于说,案子看起来又不太像自杀了。 同样收到了消息的黄强明表情也不好看,走过来,到,尸体上,能看出什么来吗? 要是有防卫伤,或者任何明显的伤处,都可以直接向着他杀来考虑了,也免得大家在胡思乱想。 然而,并没有。 吴君蹲了下来,道,我们先检查尸表吧。 看看能找到点啥布。 高坠的尸表检查不容易定性,因为意外情况太多了,尸体还可能在地上二次回弹,更加复杂。 不过,法医就是做这个的,在没有更好的手段的情况下,就只能用次好的手段来做事了。 江远倒是情绪稳定,他就单身狗一只,回家也没有一定要做的事,解命案也就解命案了。 江远这次没有跟着吴君检查尸表,而是在旁道,师傅,我想先擦点附着物。 好,你先擦。 吴君一口答应。 江远于是努力地取了面前,开始擦取死者身上的物证。 他主要是想采集一些微量物证。 如果死者生前跟凶手有抓挠,有拉扯之类的,就有很大的概率交换了微量物证。 哪怕凶手只是推了一把,也是有可能找到痕迹的。 当然,很难就是了。 江远低头找物证,时不时地环药侧头,借着阳光去看。 用的最多的则是马蹄镜。 这玩意号称是行科神器,做指纹的用,做线刊的用,做血机的,做DNA的,其实都用。 总的来说,这就是一个不太容易被光线影响的放大镜,但在国内行科界,很长一段时间里,大家基本就这么一件武器。 也就是行科人的话语权比较弱,否则,各种声音能把他拔高到PCR,做DNA的仪器,的水平去。 有人拍了视频,一名警员跑步来到黄强明身边,声音颇大。 江远和吴军都抬头看了过去。 黄强明干脆转过身来,和几个人一起看手机。 手机里的视频很短,基本是机主瞄准了窗户,人就从窗户处落了下来。 窗户后方似乎也并没有人,换言之,这是意外。 江远眉头紧簇,直到,把手机留下来,别还给机主。 我回去再加强一下。 黄强明立即应了,又叮嘱楼上保护现场。 江远更是追着道,我做完这里,马上去扫微量物证,警戒带进可能的放远一点。 黄强明皱眉,问,你觉得不是自杀? 是视频里隐藏了人? 不知道,我想再看看。 江远也确实是不知道的,他只是感觉不安心。 。 -。 -。 -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